纽约桥界庆祝国庆的热闹气氛 驻纽约办事处在时代广场万豪饭店 举办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国庆酒会 办事处辖区四个州的政商 桥学各界代表 以及美国国会众议员兰格尔 友邦驻联合国代表等 大约有800多人出席同庆 那么当天晚上还有海天合唱团 以及台湾表演艺术家 带来精彩的表演 驻纽约办事处举办105年国庆酒会 在时代广场万豪饭店盛大登场 驻纽约办事处长徐立文 副处长陈丰裕苏瑞仁 一同在入口处迎接贵宾 海天合唱团领唱中华民国及美国国歌 为国庆酒会揭开动人的序幕 徐立文处长至此表示 今年台湾实现第三次政党轮替 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 新政府不但致力改革 持续促进台湾的自由 民主繁荣与公平正义 同时也努力维持区域和平 务实处理两岸事务 并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决心 持续与中国大陆进行对话及沟通 未来台湾将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希望友邦于联大开议期间为台湾发声 支持台湾加入WHO 国际民航组织 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国际组织 办事处也将持续与纽约州 新州 滨州及康州的州政府 侨学界 商界 非政府组织 及社区各界人士紧密合作 持续开发台美合作范畴 在过去既有的基础上 已经继续的来努力 政府现在所推动的几项重要的目标 特别包括创新产业里面的绿能 还有有关startup 创新 创业 这些领域 纽约其实都是非常有赞长的 我们在这一方面 其实是特别在希望能够着力 因为我们之外工作很重要的一环 其实就是要帮助国家 引进更多的国际合作上面的一些能量 帕劳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加勒奥托 代表台湾友邦驻联合国常代致辞恭贺 并顺赞台湾在经济及民主的卓越表现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兰格尔则强调 台美紧密关系的重要性 并祝贺中华民国 博韵昌荣 纽约中华公所主席肖贵远表示 国父的三民主义在台湾实现 成就令海内外同胞 深感骄傲 乔社未来将继续坚定支持中华民国 在海外的侨胞不管是新侨老侨 不管是台湾的政党 我们这个全体侨胞都是 不分彼此互相合作 在这边是一团和气来迎接我们的三十国庆 所以这次从酒会中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现在在里面的侨授定位已经超过 两千人以上来参加我们的国庆酒会 另外纽约州众议员金队席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等贵宾 也一一颁发包奖状 庆贺双十国庆 同时献上个人对中华民国的祝福 接下来由四位在纽约发展的台湾表演艺术新锐 带来另类的音乐剧 为国庆酒会增色 也充分展现中华民国的活力与风采 台湾宏观电视杨丽 美国纽约采访报道